欢迎回来台南有一间城隍庙收到了信徒寄来的分手信 在信中表示自己认识到了真正的上帝 所以之后不会再来往 而收到信之后 庙方则在脸书上大方的po文送上祝福 称呼民众为上帝的子民还说 有信仰寄托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呢不用特地写信来跟我老板说 幽默的回应笑翻了大票网友 收拿相助前程拜拜 城隍庙人来人往 城隍也香火鼎盛来感谢的还愿的不稀奇 竟然还有来分手的 黄色信封横正式还贴邮票 仔细看只有庙与地址 其余的一片空白 显然就是贴了心要来分手 内容写下以前有来过庙里参拜 是因为还没有认识真正的上帝 现在认识了不跟你们来往了 面对总共51个字的诀别书 庙方也第一时间大方回应 在脸书公开直求对决 直呼上帝的子民们有信仰寄托 是好事但不用特地写信来报备 之间的爱恨情仇 笑翻众人 他可能觉得对不起 这边的城隍爷爷吧 可能收到的人会觉得很多余 就多辞一举 宰个灵 破文一出也立马迎来上千网友讨论 只说还好不是要回香油钱 现在立场不同了 要取消赞了 看完内容 希望上帝能让他的文笔好一点 甚至有人质疑这封信 根本是教会教他记得 搞得好像感情中的两人不欢而散 无奈被分手 庙方也苦笑不得表示尊重 而这宗教演变的纠葛 公开搬上台面 也让大家一度以为在看电视剧 这边是萧志远 台湾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